你是真想要向他要钱 你还真不是因为这个钱 而让他不分手 但凡是心里没有这个念头 不会有一个具体数字 多半都是说 请把我付出的还给我 而不会说一万块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一天录下来都会气死我 刚才碰着一个气死我的 现在又是这个样子 反正我今天劝你也没用 反正有什么用 所以我只想跟你说一声 当一个男人可以跟你列出 一个具体数字的时候 对你已经没有留恋了 你所有在他的记忆当中 只剩下一段数字 你所有对他的好 就按他自己说的那句话 你记得他的原话是什么 我都听腻 这是他的原话吧 就是你在他这都已经腻了 所以你也不要再流泪 你越流泪 越说明自己没有价值 你又何必耗败在他身上 当然我也不期望你会走啊 虽然每次你们转回去之后 我也巴巴地看那个 有没有高跟鞋出来 所以我也不对你做多大的期望 我对男生说 我突然之间觉得 他有一本书里面有段话 说得特别的贴切 所以尼采写的有一本书 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当女人爱你的时候 男人应该知道畏惧 因为这个时候 女人可以牺牲一切 因为别的都不再重要 你看他用词用得很好 说当女人爱你的时候 男人应该懂得畏惧 而不是享受 畏惧是什么 就是女人真的爱起来很可怕 她所有付出的一切 就像你所说的 你像是被套着脖子的小狼狗 就她什么都愿意操你的心 她什么掏心掏肺都可以付出 这种爱有的受有压迫感 你应该知道畏惧 如果你承受不起 那你就不要去接受 你一旦接受了 就不要今天伤心地说 我都听你 如果你还有点良心 其实你内心你会觉得愧疚 因为我无以回报 所以我心里没有平衡 但我看你现在内心是没有不平衡的 因为你只剩下一团数字 我觉得这倒挺好 把他该还的还给你 你该还的还给他 绝情的各走各路 从此不留任何痕迹 好吧 我看你还给你